聚焦国际小点评说东西时事 欢迎锁定聚焦东西 我是天侠 琉球群岛最近成为了罕见的热议话题 这个位于中国东部第一岛链上的狭长形的岛屿群 最近爆出了新闻 当地民选出的知识主动接触中国使节 表达交流与沟通的愿望 同时琉球寻求独立也成为了一个话题 让所有人重新聚焦琉球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三月底呢 琉球复支市赵乌一时主动找上门 跟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进行了一次闭门密谈 根据琉球新报的说法 他们主要谈了两件事 一个是设立地区外交办公室 二是琉球一把手 欲承担你希望访问中国 谈琉球咱们还是要先谈谈历史 把这个事件的地缘政治与历史严格看清楚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 1403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时候 明朝就已经派官员 边姓和刘抗作为使节出使琉球 之后呢 在1406年 琉球的上八制 接受明朝次姓上 琉球的第一上士王朝 就此建立 就如同当时的朝鲜被次姓李一样 琉球成为明朝的藩属国 成为藩属国的好处是可以和明朝呢 进行通商啊 贸易 因此那时候的琉球是相当富裕的 并且着汉服 说汉话 用汉字 包括建筑和皇室的规则 都效仿明朝的制式 一直到1644年 清兵入关之后 琉球也就改称为大清的藩属国 日本呢 一直以来是强盗原则 他不仅会抢朝鲜 抢劫中国的东南沿海 当然更不会放过弱小的琉球 1872年 日本入侵琉球 以武力辖制琉球当时的国王尚泰 但尚泰派使节向清朝求援 但当时的清朝 大家也知道是非常磊弱的 1895年 磊弱的大清在甲午战争中失败 清朝割让了对琉球的管辖权 但是到最后 清朝的皇帝也从不承认 日本拥有琉球的主权 需要看清楚的是 管辖权和主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之后到了二战 战败国日本的领土 受到波子坦公告和开罗宣言的规范 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的 所谓国际规则和秩序 现在大多数国际规则和秩序 都是二战之后制定的 在波子坦公告中 关于琉球群岛的内容是什么呢 波子坦公告呢 是二战之后 由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领导人 于1945年7月 在德国波子坦召开的会议 之后发表的公告 公告中规定 日本呢必须无条件投降 并且接受其他相关国家的决定 在波子坦公告中 关于琉球群岛的内容是规定 日本政府必须放弃对琉球群岛 大东北及南海诸岛的所有权和宗主权 这些领土将被交给联合国托管 由美国管理 此后琉球群岛成为美国的托管地 直到1972年 美国将琉球群岛的管辖权 未经联合国确认就交给日本 因此在法理上 日本对于琉球群岛的权利 是未经联合国和国际法承认的 只是跟美国的一个私下交易 可以说哪个国家没有点领土争议和独立争议呢 日本自己的历史也不干净 作为二战的战败国 国际公约到现在还都历历在目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最近罕见的援引波子坦公告 和开罗宣言 回顾琉球群岛的主权问题 这是中国外交上的一招好棋 进攻也就是最好的防守 在美国阵营围绕台湾布局的时候 釜底抽薪对日本提出流球问题 将矛盾引向对面的阵营 而且对方阵营的侵略黑历史 还明晃晃的摆在眼前 拿法西斯说是 所有的国家都不会说不字 日本外长之前强硬的表达说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在出现流球问题之后 日本外长林方正 就开始顽固左右 而言他甚至不予置评 言此坚对台湾的态度明显有所改变 怕引火烧身影响日本在流球群岛 4600多平方公里的利益 当然美国国务院在2013年5月 曾表示流球的主权属于日本 但是这样的表示 并没有经过联合国的确认呀 现在也是二战后 中国开始对历史上的流球问题 在意的时候了 从流球本身的原住民角度看 流球人对日本向来是不满的 因为流球从来都是被日本当作外人 当作炮灰 甚至是劫财 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发展经济的好事 从来轮不到流球 历史上的流球王国都是主动依附中国 而且一直被日本骚扰和入侵 对于中国他们是自愿的归属 对于日本一直是抗拒 甚至是被屠杀 在二战期间 十万流球平民丧命 战后日本还对流球进行了清洗屠杀 所以流球对于和平是格外渴望的 玉成丹尼三月访美国时发出了警告 他认为美国夸大了中国威胁论 他不想看到流球再次沦为战场 因此流球的底层逻辑是排斥日本和美军基地 所以说日本想插手台湾问题 还是先看看自己的后院有没有起伙伴 流球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咱们评论区见 别忘了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订阅美国中文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